重庆动物园设立治疗中心 为超过4000只动物准备一日三餐 让他们吃得够营养又健康 精神重庆动物园治疗中心工作人员 紧张农落起来 去到当地的农贸市场 为动物采购当日新鲜食材 包括有星星、黑叶猴等灵种类动物 种热的时灵蔬菜和水果 以及华南虎、非洲狮等食欲动物 热中的精瘦牛肉和猪肉 而在动物厨房 治疗加工人员也赶紧制作治疗 窝窝头由动物营养师精神调配 松米、黄豆、虾皮等十几种原料 被不同动物分别进行营养配比 经过浅量、混合、粉碎 再混合、发酵、猎团、精煮、冷却等步骤制成 是不少动物的最爱 最后工作人员向国祥馆动物配发一日三餐 不同动物的食谱不大相同 甘鱼馆的食谱是面包虫和菜叶云素配搭 比较挑剔食物的猫猫除了是正餐 还有鸡、香蕉、苹果等甜品 他们一个星期的餐单超过20种 无线电视记者王俊燕报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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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